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造了一个大千世界 这里的人与众不同 他们很少和外界交往 因为走出这片牧场快马加鞭 也要花几天时间 松攀草地一直是令人神往 又难以到达的地方 从青海而来的黄河 在这里受到民山的阻挡 于是他拐了一个180度的大弯 又回到青海去 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 九曲黄河的第一曲 假如你在九曲之首的上空俯瞰大地 你一定会为这幅画面赞叹不已 松攀草地绿草如荫 马曲草原一臂千里 黄河像一条苍龙 在浩瀚无边的绿毯上 蜿蜒穿行 四川和甘肃 在这里以河为界 一样的绿色 一样的羊群 千古不费的黄河 为草原带来了繁荣 给大地带来了生命 我们现在看到的黄河 没有奔腾的激浪 没有咆哮的掏声 宽阔的河面 显得那么慈祥安宁 人们常说 跳进黄河洗不清 可是从源头到唐克 黄河走了上千公里 它仍然是条青流 我们乘船顺流而下 缓缓流水 把我们的思绪 引向了历史的长河 引向了神秘的草地 在中国经济地理上 这片草原也许算不了什么 可是 家于户晓的万里长征 却是它的名字 传遍天下 参加过长征的这位老人 名叫张兆新 当年他曾经发誓 只要能够走出去 就再也不回宋盼草地 可是命运却把它留在了这里 今天他要和我们一起 追寻当年红军的足迹 重温那段 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草地 绿海天涯 无边无际 半个世纪以前 草地上发生的事情 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每个走过草地的人 都有一个完整的故事 张兆新过草地时 只有17岁 由于作战负伤 只好留在当地 1935年8月 当红军经过长途跋涉 来到这里的时候 他们面临的这片草地 在地图上还是个空白 原野上没有帐篷 没有牧民 也没有羊群 只有寂寞的野花 自开自落 野花的下面 隐藏着沼泽 如果有人踏进危险的地方 一分钟之内 就能被吞掉 张兆新的战友中 有的陷进了泥潭 再也没有走出草地 经历千百次磨难 九死一生的红军 在草地上又损失了大约一万人 这是长征中一段无比艰难的时期 五十年前 红军在草地上 立尽艰辛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今天 当我们经过这片残存的沼泽时 仍不免提心吊胆 周围笼罩着一片紧张气氛 你瞧 这不又遇到了麻烦 红军遇到的困难 还不止是遍布陷阱的沼泽 饥饿也威胁着这支部队 已经断粮的战士们 只好在草丛中寻找野菜冲击 这些绿色植物 虽然毫无营养价值 但是 它确实拯救过不少战士的生命 五十年前 就在这连接着中国两大水系的高原 在这连接的门上 红军从长江流域跨进了黄河流域 我们走了整整一天 走过的路也只不过是红军走过的那段草地的十分之一 可是 已经人困马乏 筋疲力尽了 这水是带着水来还是给旧地起来 五十年过去了 长征市出生的婴儿早已成家立业到了中年 对于年近古稀的张照新来说 往事开始一件件遗忘了 但是这位老战士却清楚地记得伴随他进行长征的歌 歌喉并不圆润 他去使我们想起了那悲壮的年代 那艰难的行军 五十年中 张照新没有忘记红军的传统 他向藏族牧民学放羊 学搭帐篷 为了生活 这位汉族战士差不多变成了藏民 今天他仍然充满信心 愿为埋葬的战友的这片土地奉献一切 愿在草地上走完自己的一生 夜深 牧民们渐渐散去了 但是张照新的影子还在我们眼前浮动 他的歌声仍然激动着我们的心 摄制组连夜制定第二天的行动计划 决定继续沿着当年长征的道路 去寻找曾经做出重要决定的巴西会议的会址 1935年89月 同次方面进的领导人张国焘进行了一系列分裂红军的获得 中央政治局的巴西会议就是在这种危急的时刻举行的 会议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 重申北上的方针 会议结束以后 毛泽东等人率领的红军 一举突破重兵把守的天险蜡子口 长征的队伍由此踏上了新的征途 当我们坚程前进赶到巴西的时候 一座沉默的遗址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种荒凉的景象真使我们吃了一惊 据说在变成残垣断壁以前 这里倒真的有过辉煌的年代 它曾经是一座香火旺盛的喇嘛教的寺院 今天从这些残存的部分 仍然可以看出那座藏室建筑的特征 这也难怪 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人们并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 作为巴西会议会址的班佑寺 在几十年的风雨中逐渐破败下来 如果说长征是历史交响乐的一章 那么这一章已经演奏过去了 当年的沼泽草地如今已是牛羊成群的牧场 我们面前的这队人马是藏族牧民 拉毛当枝一家 正在向黄河谷地进发 他们要在那里寻找一块新的草场 由于牧业的发展 草原上出现了一座新的县城 若尔盖 牧民的孩子有了自己的学校 藏医院也建了起来 人们不必再乘车走上百里路去买日用品 现在步行或骑着靶就可以逛新城了 草原新城的繁荣 归根结底来自牧业的繁荣 牧场上的乳汁浮育着新兴的城镇 甘肃南部的马区草原 和四川北部的松宽草地一样 黄河两岸的牧民们 至今保持着流动仿木的习惯 如果在城市里 盖一所最简单的住房 恐怕也要花几天时间 在草原上可就方便多了 在左邻右舍的帮助下 拉毛当只的家 只用了半个多小时就安等好了 这一代的牧民大多信奉喇嘛教 他们心中的佛也总是陪伴着他们 在草原上四处为家 城里人喜欢草原上的野花 牧民们对远方来客的衣着汽车感兴趣 真是人人都有好奇之心 在主人的盛情邀请下 我们拜访了这座刚刚搭起来的帐篷 按照当地的习惯 客人进账要沿右手方向行进 然后坐在预先铺好的毛毡上 我们就入乡随族一一照办 兵主相见 我们请主人介绍一下他的家庭情况 谈话就这么开始 拉毛当只说 他家有六口人 承包属于集体的五匹马 五十头牛 八十只羊 这个树木在当地算不上多 也不算少 那收入也是中等水平 在人烟稀少的草原上 兄弟不分家 女婿找上门的事是常有的 拉毛当只的弟弟 女儿 女婿 女儿子就生活在异顶帐篷 这位就是拉毛当只的宝贝女儿 她和那位倒插门的小伙子刚结婚不久 牧民的财产有显而易见的标志 这标志之一就是妇女身上的装饰 她们的项链和背后的热瓦上 坠满了珊瑚 翡翠 宝石 和银制饰品 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黄河 而是它的支流白河 白河流过松帆草地 成了牧民生活的依托 传说黄河和白河是大地母亲的两个儿子 哥哥黄河生在青海 弟弟白河生在四川 哥哥长大了 要到东方去找大海 在路上听到弟弟的喊声 就改道前进 来到四川北部 接走了他的弟弟 在第一区汇入黄河的 还有一条黑河 它和白河一样 发源于草地边缘的群山 现在以大自然的色彩 黄白黑命名的三条河 流到了一起 在白河流入黄河的地方 有一座小镇 它远离交通要道 远离繁华的城镇 老一代的村民们 坚守着传统的阵地 以牧业和原始的手工业谋生 这叮叮当当的声音 想了一个世纪 又一个世纪 有人把这单调的敲击声 比作一部内容丰富的交响曲 它既有对苦难往事的叙述 也有对新生活的描绘 在同样的声音里 包含着不同时代的韵律 传统的力量是强大的 宗教的信仰被看成是一种寄托 他们足足备备 就是这么生活的 但是外界社会的力量 也在不断动摇着小镇的生活基础 年轻人开始购买自行车和收路机 现代文明的冲击 使这个闭塞的小镇 发生着不可阻挡的变化 草卵盼望着春天 可是春天的气候变幻无常 突如其来的这场六月雪 给绿色的草地披上了银桩 这里每年只有五天的无双期 年平均气温只有0.7摄氏度 大雪纷纷扬扬 气温急转之下 但是它改变不了草原上的生活节奏 牧民们知道 牧场繁荣的季节就要来临 温暖的阳光 美丽的花朵 刚刚钻出地面的嫩草 把人们引出了碧寒的东房 我们到达松攀草地的班佑寨时 那里正在迎接一年一度的节日 出木节 满长的冬天过去以后 一家一户的牧民 就要赶上牛羊各奔东西 春天分手 要等到天寒地冻滴水成冰时 才能再会 因此 他们把这个节日看成是件大事 父女们放下手中的活 学校停了课 牧民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一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庆祝活动笼罩在热烈虔诚的气氛中 松柏的火焰把青鹤苏油的香气送上天空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 自己的传统 当然 这种信仰和传统 也在随着时代的步伐 不断发展变化 就像这里的牧民 在不知不觉中 已经把一项带有宗教崇拜的活动 改变成显示自身力量的轻别 是天色雪片飞舞 人们用这种特殊方式 祝愿药原兴臣专标注 庆严的仪式充满激情 停战计计炮 牧民们在创造民族文化的同时 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生活 民族精神 也许正是通过这种神圣的方式 一代一代向下传递 节日中最引人入胜的活动是赛马 这项活动为在马背上长大的儿童 提供了一个获取荣誉的机会 考园上的牧民都是卓越的棋手 个个争强好胜 都想在竞争中节足先登 神奇的土地 丰美的牧草 高原的空气和阳光 孕育出了耐寒上跑的马准 河驱马在九驱之首的草原上奋提驰骋 骑手们的竞争进行的精心动作 此情此景不禁使我们想起了奔鹏不息的黄河 黄河捕育着牧民的草地 牧民的强悍性格闪烁着黄河 有百折不回的精神 百折不回的精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带着牧民的欢乐 带着草原的活力 带着牧民的欢乐 带着草原的活力 黄河离开源头 穿行峡谷 流过草地 现在她暂时放慢了行进的速度 她也许在回顾走过的道路 思考未来的前途 又好像在积蓄力量 准备明天的奔驰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